公司所謂各位服務的水戶燈光車 這是我們今年營運 今年增加的營運項目 營運項目 這是我們第一次 今年第一次營運 各位曾經有經過這個水戶燈光車嗎 還是剛剛路過 有聽過 這部車已經開了四五 你應該有人認識 可是呢 不認識的也是很多 我已經是太熟 那我們本週呢 本週呢 我們禁止衝人員 飲食 我們經過超越飲食 要喝水呢 可以 喝水可以 他們 今天的行程 這個行程充滿剛剛上車的地方 上車的地方是愛知城的國賓站 愛知城的國賓站 我們那邊出發沿著河東路 往海邊路走 到光榮碼頭 從光榮碼頭 代溝了下海 這是我們今天的行程 下海以後 再來遊艾佛 遊到中正橋這邊 做折返 折返然後 還是從光榮碼頭 回來 試試看 試試看 讓這個 車子下水的感覺 應該是不錯的 做到 感覺不錯的話 不要把你們家的交車開下來 所以我們那個門 都特別都有管制 就是怕這個 真的有 有這個 吉普車 我看過吉普車 他真的可以下水 水上摩托車 摩托車也可以路上 水上的 這都是有看過的 那我們今天搭這一部 水路觀光車 這也是我們高中市 為了要推廣觀光 高中市沒有推廣觀光的話 真的是 有問題 有困難 不是有問題 是有困難 因為早期各位 對高中市的感覺 這次有高通人嗎 住高雄的嗎 都住多少錢的 這個客人 不要說 住高 都沒人家親 不要啦 不要親口 高中市呢 早期就是一個重工業區 可能 你們來到高雄 聽到要來高雄 你們就會考慮 空氣汙染那麼嚴重 到不去還是不去 是要路過 大部分都是路過 直接標到肯定區 大部分 大部分 那時候 那時候的 行程 核染公司的行程 大部分都是這樣 那麼呢 最近幾年 最近幾年 把保育室抬頭 大部分 公司的這個煙衝 慢慢的減少 慢慢的減少 所謂煙衝慢慢的減少 早期 中共又去 不管是中鋼啊 中船啊 台北啊 煙衝非常多 那現在呢 現在慢慢的減少 慢慢的縮減 縮減很多很多的 縮減很多 這能不能慢慢來推廣觀光 來推廣觀光 大用是 從我們 陳菊市長 陳市長 任內 開始推廣觀光 也不是從他的任內 他呢 推廣了 高雄的三寶 你推過高雄的三寶嗎 沒有推過 等一下做介紹 現在我們 從這邊進來就是 光榮碼頭 光榮碼頭 以前 要到這邊來 那是 不可憐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這裡 早期就是軍港 以前呢叫做十三號碼頭 現在 阿兵哥 阿兵哥 如果要去金融做兵 中獄 金馬獎 鐵的金馬獎 鐵的金馬獎 就要到這邊 來 這邊是要去金門的 阿兵馬祖要到基隆去 這邊是專在金門 要去金門 不管是 富士的古籍 阿兵哥的古籍 都是從這邊 他們從這邊準備 要帶各位下來 我們要有一種 有一種 有一種 很奇怪的感覺 心來的 真的撲撲撲 我坐下來 讓你們好好的拍一下 讓你們感受那種感覺 要拍照的 把你們的那個 攝影機 照相機 他們準備 我們就是從這個引道 這是我們 走路觀光車特別的引道 專屬的引道 從這邊下水 好 來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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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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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喔 好 沒問題 等一下我們下了 下了車 又再重新購票 有沒有從六五春回來的感覺 當然是比六五春還刺激 六五春我們知道那個是 比較 兒童 比較 遊樂心的 所以我們坐車要把車沖下來,那就是比較健康 所以那種感覺跟這種感覺是不一樣的 下海以後帶各位我們去游一下高雄港 游一下高雄港,這邊就是屬於高雄港的水域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 我們剛剛提到我們城市長推廣,為了要推廣觀光,推出了高雄的三保 高雄三保有哪三保 我只聽過中北的三保,高雄的三保沒聽過 東北三保就是人生雕比拉長 這就是那邊的寶貝 台灣的三保呢 有沒有知道台灣也有三保 沒有人知道 不好意思 說實在的,就是老保健保,遲到農 欸,都忘記了 你們當時我在這裡公圍都很正經 不是,我也會小小人 再來,我們高雄的三保 高雄的三保就是三河港 三河港 三河港 有沒有,有沒有思考 三,雙,河 河 不是 這樣子 這樣子 我講話必須要簡單 三河 河 港 高雄港 那我們現在也處於高雄港的水域 這邊那是屬於高雄港最淺的地方 這邊 大概有 這個地方 這個轉角 這個地方 大概有十二米 十二米 這是我們國雄港小健的所長 那這邊看過去有凡船 我們那個凡度造景的那個 那個就是真愛碼頭 真愛碼頭呢 可以的話你就把它拍下來 或許各位下一次來,他已經不見了 高雄就沒有震撼 哈哈哈哈 怎麼說呢 因為他 將來要建造一個高雄 那個流行音樂中心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這是呢 我們高雄市推出的亞洲新灣區 最新的建設 其中之一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他的腹地從這個十二號碼頭 十二號碼頭再過去十一號碼頭 十一號碼頭呢 那時候 那時候 痞子英雄就在那邊有開店 那邊有那個 痞子英雄不是有一個那個 南區分局嗎 南區分局就是 設立在這邊 那這邊呢十一、十二 然後光榮碼頭是數十三號碼頭 三十四、十五、十六 這邊整個愛河口的部地都是屬於 那個流行音樂中心的部地 所以將來流行音樂中心呢 他比美雪梨歌曲院 非常大 他的建造非常大 所以呢 愛河口 光是愛河口將來就很漂亮 那港 高雄港 他曾經也是 亞洲三大港口之一 亞洲三大港口之一 為什麼他成為亞洲三大港口 我們台灣那麼多的港口 台中港、基隆港、蘇澳港、花蓮港 通通那麼多港 為什麼只有高雄港 他成為亞洲三大港口之一 因為他的潮叉比較小 潮叉比較小 他的貨櫃通流量很大 所以他才會成為亞洲三大港口之一 這就是我們高雄港 高雄港呢慢慢的也在推廣觀光 游港船 游港船 想不想試試這個海上饗宴 海上饗宴也是我們公司的產品之一 我們公司呢有兩艘專門游港的就是 真愛跟光榮 真愛女跟光榮女 我一開始都知道 真愛號跟光榮號 真愛號就是被人家叫做 真愛號 那我們公司的這個海上饗宴呢 他是從新官房我們這邊 開始出發 然後呢由高雄港到旗津 去欣賞一下太陽西象 夕陽的感覺 然後呢在夜遊高雄港 在船上饗宴吃東西吃晚餐吃出事的晚餐 然後吃完晚餐 回到新官馬頭下手 那個下上岸 這是我們公司 也是我們高雄市 目前正在積極推廣游港的游港船 不單單只有我們獨船公司在經營 還有其他的這個民間 民間的蟲 我們就在蟲 看到什麼 有東西在跳 什麼東西會在水裡面跳 對嗎就是魚 好 金稻河 金稻河 你就看到有魚在跳 表示愛河 愛河的整治 愛河的整治有成績出來 以前呢 各位聽到愛河 可能大老遠就不想 三公里外就聞到愛河的錯誤 那現在呢 愛河 剛剛進到愛河 你就看到雨在跳 這就是愛河整治成績 再一方面呢 愛河的魚在跳 也差不多最近會下雨 這很莫名其妙 大自然的感覺 大自然的感覺 這也是我在愛河這 十幾年的這個 感覺就是這樣 那種經驗 魚跳跳跳一直跳一直跳跳很多 一開始我們是認為說我們的螺旋槳吵到他 然後他就還是跳啊跳啊跳 後來呢 我們慢慢的感覺 也不只是我們螺旋槳在動 因為每天船都在動 為什麼 才這幾天會跳 之前都不跳 後來慢慢的感覺 唉 他真的 魚跳了 魚跳了就差不多 才要下雨 那 愛河 他全場有多長 愛河他的全場有十二公里長 十二公里 原頭在哪裡 原頭就是在高雄市 人舞區八卦嶺 早期稱為高雄縣人舞區 那現在是高雄市了 現在是高雄市人舞區八卦嶺 從那邊呢 沿著河 河道一直走走到愛河 愛河出海口 那這條愛河呢 它是呈現的那個 喇叭型的狀 喇叭型的形狀 河道口 是比較寬 然後呢 慢慢往上 慢慢往上 它的河道就變窄 河道變窄 所以呢 這是我們愛河 愛河的平均五百公尺 照一座集 一直延伸到 源頭八卦嶺這邊 那邊經過了 我們高雄的河嶺社區 經過了文藻學院 然後呢一直沿著河道 一直走走到我們這邊 那旁邊就是河冰飯店 為什麼這邊會稱為國賓站 就是國賓飯店 國賓飯店呢 也是我們愛河榜第一家五星級的飯店 五十個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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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就用了國賓飯店的名字 所以這邊來取 那各位你們是從外地來 下一次 搞不好說幾年後 要回到愛河來 那一次好像在哪邊搭船 就是在那裡 愛河董一家飯店 愛河董一家飯店 跟計程車 你就這麼想 你就知道 欸!就是國賓啊 就是國賓站 讓變技巧 你看我們公司 有了鴨子船以後 有了鴨子船以後 太陽人船 都沒有生理 我們船長 才對就在那裡 他們是都把人家拿公安家來 才會這樣 因為機率很低 愛河在愛河來講 是很有 我們高雄 愛河是很有名的一個景觀景點 大高雄是一定要到這邊 尤其是晚上 晚上 燈光非常漂亮 那至少 我們 我們很情侶很壞 那我們呢 我們是從初節 才到這邊 來 來求情節生命 我們愛河 為了推廣觀光 曾經有好幾個地域 有幾個地域 你們光說愛河船 愛河船第一代的船隻 你們有做過那個 屋頂 屋頂 船的屋頂 船頂 可以升降的 那是愛河船第一代的船隻 才有引擎的船隻 穿過橋 把這個屋頂降低下來 降低下來 然後穿過橋以後 在身上 這是愛河船第一代的船隻 他呢 要開始在這邊引擎 應該造船之前 到日本去投橋 日本有這一步 有這一艘船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他會考慮到 這個屋頂呢 就是考慮到七仙橋 七仙橋 就是我們 中正橋在過去那一座橋 他建造的比較穩定 建造的比較穩定 這也是我們愛河第一 再來呢 愛河另一個第一 就是太陽能船隊 台灣第一個太陽能船隊 就是愛河 為了配合環保 環保意識 再用柴油 真的是 不再讓愛河有利用 所以呢 才建造了 太陽能船 太陽能船呢 大概有 十三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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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艘太陽能船 那下一個 愛河第一 就是什麼 水護觀光車 路上跑水裡油 只要我們都用這裡 全台灣就只有高雄 我們城市長 為了要推廣觀光 特別進了這兩部車 希望呢 往後還有車輩能夠成立 目前只有兩部 從這邊就做折衡 物以稀為貴 所以我們很貴 其實 也還好啦 說實在的 我們的 這個水路觀光車呢 水路觀光車 不只是台灣油而已 全世界大概有二十幾個國家 都有這個水路觀光車 那據 我們了解 聽過的 大概就是英國 英國是最貴的 英國是最貴的 那最便宜的 包括亞洲 亞洲這邊 新加坡那裡也有 再來就是高雄 那也屬高雄的票價 是屬最便宜的 現在呢 最近呢 最近呢 還在辦促銷 都已經很便宜 還在辦促銷 所以你們坐 做探子座 真的是 真的是 150 原價是300 原價是300 那也就是公司想說 辦個促銷 大過年 促銷 不知道促銷到什麼時候 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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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 朋友來 就盡量趕快介紹 這樣坐一座 才能看一座 那旁邊看到這個 這個船 認識他嗎 公多拉 沒有錯 這是公多拉 這個是 愛河才有 台灣也是有 愛河才有 這是民間經營的 這不是政府 這是民間經營的 人家呢 威尼斯 威尼斯那邊 就 划船啊 唱歌啊 這邊 我們這邊也划船唱歌 那邊唱當地的民謠歌曲 我們這邊 你也可以點當地的台語歌曲 台灣人聽台灣人聽台語的 當然啦 他這個老闆 真的是很厲害 你專業也唱給你聽 當台語的也唱給你聽 我告訴你你真的不是啦 什麼都會 所以我們大概愛河呢 就 就 所有的船隻 都是台灣的 真的不簡單 這就是河 剛剛介紹了河 介紹了 山呢 高雄最有名的就是壽山 壽山 壽山公園 柴山 到柴山 讓猴子來臨 捏我們 保育類 保育類 東部 所以台灣沒有 不能對他怎麼樣 要好好的愛護他 為什麼說山 以前叫做壽山公園 現在不是啦 現在不是啦 現在呢 是我們 台灣的這個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台灣的這個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已經成為國家級的 跟 李美這個墾丁國家公園 當然墾丁國家公園的 級數比較高 那我們這個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也是當地的 當地的國家自然公園 他的戶地呢 從齊津 齊津聽過嗎 齊津他那邊有 齊津他那邊有 齊津那邊 就燈塔那邊 一直延伸到壽山 壽山 財山 一直到左營 左營那邊有 蛇山 龜山 還有 半平山 半平山 半平山聽過嗎 齁 高雄半平山很有名 齁 就整個 齁 齁 整個山脈 現在都是成為 什麼 國家自然公園 什麼國家自然公園 所以 這 附地 大概有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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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園 蠻大的 他這個附地蠻大的 所以呢 壽山公園 將來 也是蠻不錯的 想要了解 看一下 高雄市的夜景 不用花錢 可以看著 在哪裡 就是 壽山 公園 壽山 國家自然公園 那那邊有一個 忠烈市 忠烈市旁邊呢 他可以看到 高雄港 然後呢 再往 這個 這個 沿著道路 壽山公園 公園 公園下面 這邊 這邊有一個 228 和平紀念 和平紀念碟 在那邊呢 往下看 你可以看到整個 高雄市的街道 夜景非常漂亮 所以呢 要看夜景 來看港景 不用花錢 要花錢 要看那麼漂亮的景觀 在哪裡 高雄的八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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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到他 我們再做介紹 那旁邊你們看到這個 一個一個園頭 這個是 今年的燕火 今年的燕火 上九點 上九點 早 前幾年,前幾年是在高雄港 在光龍碼頭跟這個珍愛碼頭這個中間 這邊施放高空煙火 那到了河道裡面 到河道裡面 大部分都是比較低空的煙火 比較低空的 可是晚上還是蠻漂亮的 雖然是低空煙火,它設計的蠻不錯 在搭配著水舞 水舞從晚上7點到10點半個鐘 表演一次 這就是水舞 那煙火只有表演一次 煙火只有表演一次 那現在我們準備來衝過這一座橋 這一座 這座橋我認識它嗎 高雄市的橋樑大部分都是用道路來取 建國路 建國路通過愛河就是建國橋 七仙路通過愛河的就是七仙橋 那我們剛剛從那邊折返的那一座中正橋 當然就是中正路 那這一座呢 這一座上面是五湖橋 你說它的名字叫什麼 好 五湖橋座 呵呵呵 有 在地圖上找不到五湖橋 只能看到高雄橋 沒有到,沒看到五湖橋 所以呢 這也是我們曾經看地圖 就是找不到五湖橋 因為這一條路就是五湖橋 為什麼找不到五湖橋 一直找找找找找到這邊 原來就是高雄橋 這就是高雄橋 那我們剛剛提到亞洲新溫區新的建設就是 呃 我們高雄市的流行音樂中心 喔 就江南的滴美雪雨歌紀念 再一個就是目前正在施空的這個 這本來啊 是一個一條鐵道 一樓 一樓 一樓火車在走的地方 後來改成為 想踏車道 那現在呢 一直拆一直拆 要有破壞才有建設 這邊將來就是 我們高雄市新建設 清滾 環狀清滾 環狀清滾 這個跨過愛河 是很漂亮 所以呢 現在看起來 大力大大很醜的樣子 可是呢 江南它是很漂亮的 所以我們呢 說實在的 我們 水綠光光車在這裡也沒 沒多久 好 準備要上車 上岸 加油 加油 你看 你看 喔 船長一直在加油 準備要當 當什麼 當駕駛長 好 好 阿 阿 מש 我們都應該要給她加油 這是 唉 咦 搶它 好 稍微停一下 為什麼要稍微停一下 因為要停一下 也對啦 也對 也對 我們還是要排一下水 排一下水 不要帶太多水上來 所以剛剛說 這個門我們都要管制 就怕一些年輕人 血氣方剛把他搭的一條車 就在這裡 剛剛提到這個 韓狀輕軌 韓狀輕軌將來也是 我們高雄市很重要的建設 要搭配這個捷運 搭配捷運 將來是很快 尤其在這邊 你像那個 跨過河道口 跨過河道口 在高雄口這邊看季陽 或是從這邊進步 那種感覺很快 然後呢他就沿著 沿著我們亞洲新灣區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流行音樂工心 走那邊就是走 走到 那個凱旋路那邊 我們高雄市的 亞洲新灣區 高雄市亞洲新灣區 一二 能先介紹八五大樓 不會認識八五大樓嗎 就在我們 前面這邊 八五大樓 看到他 他的造型像什麼 以你的眼光 你會覺得他的長相像什麼 有人說像火箭 像火箭也有一絲 一堆重點 大樓市就是要改變 要退變 要一堆重點 那重點呢 說 說個好笑的 這個 看起來就很像我們 中國 中國的國粹 中國國粹裡面有一隻 三條 三條知道嗎 麻將裡面的三條 其實他的設計建造 跟高雄有關係 他的長相呢 就是用高雄的高制 來做設計 在這邊呢 注意看 他是從這邊往外 可以看到高雄港 那高雄港 那邊的船隻 慢慢接近 要進到高雄港 是不是也看到八五大樓 那種感覺就是 高雄到了 高雄到了 我們高雄呢 歡迎各位到高雄 有那種迎賓的感覺 蠻不錯的 蠻不錯的 蠻不錯的那種感覺 剛剛提到亞洲新聞區 就有好幾個都是站到我旁邊 一個就是 高雄讀書總管 高雄市的讀書總管 高雄市的讀書總管 很漂亮 很像到那邊 就是星光路 星光路 很漂亮 再一個就是 高雄市界貿易展覽中心 目前呢 正在展示這個 旅遊展 旅遊展 可以到那邊 聽說 可以撿一些便宜 剛剛那種種感覺 蠻不錯的 也是在八五大樓旁邊 再一個就是 港部旅運中心 港部旅運中心呢 現在還在施工中 還在施工中 將來 高雄市 也是在八五大樓那附近 要建造一個 環傳 環傳飯店 六星區的環傳飯店 將來港部旅運中心 建造好了以後 這個全世界最大的 那種 大概一萬五千噸的那種 船隻 遊艇 遊輪呢 都可以到這邊 都可以到這邊 所以呢 高雄市 往後 這亞洲新灣區的那種 設計建造 這是高雄市最新的 最新的 是非常大 一個設計建造 來這邊呢 就是五無路 五無路 五無路 到這邊 要介紹什麼 玫瑰聖母聖典 主教做地 就是在我們 左手邊 左前方這邊 奉子傳教 亞洲三大聖堂之一 亞洲三大聖堂 有兩座 就是在高雄 在我們南部 在我們台灣南部 這就是玫瑰聖母聖典 主教做 天主教堂 這一座是亞洲三大聖堂之一 再一座呢 就是萬金的天主堂 再一座 在哪裡 在上海的蛇山 上海蛇山 這是亞洲三大聖堂 這一座玫瑰聖母聖典 它也大概有100多年 150隻 我們現在回走 這邊就是四中路 四中路 四中路 來我們準備要回家了 那我們這一趟 即將要結束行程 那感覺怎麼樣 還可以啦 還可以 想要再試試那個下水的感覺 再重新購票 再來一次 那這麼做了一趟 各位你們覺得這部車 他的照片要花多少錢 我們一會掉了 來個提示 李美超跑的 一部 一千 乘二 兩千 兩千再多 兩千 大概兩千 兩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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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百多萬 因為那天 那天有一個陳哥說 回收了沒 還 還在虧 還在虧 那政府 政府經營的就是 虧本也要免虧 因為就是要推放官方 再苦也要撐下去 再苦也要撐下去 所以呢 各位 我們這樣子做了一趟 也沒有坐在新台幣上面的感覺 哈哈 有一點點啦 那這樣子 我們剛剛下水 就是 剛剛下水 他說鈴呆 收著 有沒有 確定 確定沒有收 要有信心 真的沒有收 真的沒有收 所以呢 我們不像那個 剛剛不是提到那個 水路摩托車嗎 水路摩托車它就有收 收到旁邊去 然後再收下來 放下來 那我們是沒有收 在水面上 它還可以有一個平穩 平衡的那種感覺 當然我們 在水面上的行動 不是靠那幾個輪子這樣動 我們就可以跑了 不可能 我們是靠螺旋槳 螺旋槳來推動 這樣子 了解了 下一次 不要說那個輪胎 下水是這樣子跑 哈哈哈哈 來 我們準備來精湛 在此 也要給我們 開放式的輪船公司 感謝各位 今天讓我們 鼓的機會 進入各位的身體健康 在高雄 能夠好好地 明天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輪胎 4 好,我們到站囉,到站了,下期一起享受